大家好,这里是怪奇研究所,我是袁子 假如我有机会问上帝一个问题 我一定会问,那天晚上我的朋友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63年前发生在乌拉尔山脉地区的神秘死亡事件 唯一的幸存者由李游丁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话 这一起被称为人类史上最诡异的登山事故 官方调查后建议死于未知力量解案 不仅如此,苏联还将此事的调查结果列为国家机密 事发后封锁了事发第三年之久 2013年,此事更是被改变成了一部伪纪录片《鬼山》 虽然这件事之前已经被国内各种文章报道过很多次了 但是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 并且部分内容和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于是我查阅了大量的外网资料和当时的纪录片 以及后来人们最新发现的种种证据 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到1959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59年年初 1959年年初,9名来自乌拉尔工业学院的登山队员 来到了位于乌拉尔山脉北部的奥土尔滕山 他们这次的计划是登顶 并拿到苏联办法的三级登山枕 这是当时境内最高级别的登山枕 奥土尔滕山的海拔并不算特别高 仅1234.2米 然而较高的纬度是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雪道 吸引了众多滑雪爱好者前来攀登 但它却并非一座普通的雪山 它地势险要 冬季可达零下40多度的低温 所以在登山困难指示中处于最困难级别 并且奥土尔滕在原住民曼西人的语言里是不要去的意思 也就是说那里十分危险 并且时常有怪事发生 甚至还有人在那里看到了不明飞行物 可这九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似乎并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 他们基本是年龄在21到24岁之间的青年 其中包括两名女性 除此之外 只有临时加入的佐洛塔略夫 年龄为37岁 后面根据调查显示 这个人十分可疑 这些人均拥有二级登山症和丰富的登山滑旋经验 其中作为队长的迪亚特洛夫 更是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一支经验丰富的队伍 竟然没能活着走出这里 其实他们本来是一支十任队伍的 可就在晋升的前一天 一名叫做尤丁的队员 因为风湿性关键研发作 无法继续前行 不得不返回伊夫杰利 他也因此成为了唯一一位幸存者 出发前队长曾与尤丁约定 大约两周后会从山上下来 会给他和学校发取电报 但是两周时间过去了 在伊夫杰利的尤丁 依然没有等来登山队任何消息 2月16日 其他队员的家长们 开始频繁联系乌拉尔工业学院 询问自己家人的情况 学校在联系了尤丁之后 才意识到这些队员 可能是遇到了什么突发状况 于是2月20日 一直由乌拉尔工业学院的学生和教师 所组织的救援队 在尤丁的巷岛下前往奥托尔藤山 开始沿着迪亚特洛夫小队近身的路线 展开地毯式搜索 警方和军方随后也派出了直升机 前往寻找失踪的队员 首先我们根据人们后来找到的 迪亚特洛夫的日记 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相机 还原一下他们遇难前的经历 照片中是年轻且经验丰富的队长 迪亚特洛夫 照片拍摄于1959年1月23日 他正在俱乐部的活动室里 匆忙地收拾着行李 这是1月27日 一个晴冷的日子 经过在泄罗夫小镇的几天修正与适应 小队乘坐当地老爷爷的赶马车出发了 他们的心情格外好 甚至唱起了会送他们进监狱的反革命歌曲 那晚他们占据一处废弃的村庄 第二天 身体不适的尤丁与队友们告别 队长迪亚特洛夫与尤丁约定 他们剩余九人大概会在2月12日回去 如果晚了两天 也不用担心 会和学校保持联系 于是九人便出发了 当晚他们在洛基瓦河一带安营眨宅 期间 阁里沃尼西勤科曾因为被其他队员点名 睡在主石炉旁而感到不满 跟队员们大吵了一家 1月31日 小队来到高地边缘 再往上就是坡度较大的山地了 森林也渐渐变得稀疏起来 小队决定在山脚下建立一个营地 将多余的补给存放于此 留给反程用 2月1日 九人青庄上阵 他们每小时只能前行大概1.5公里 这一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袭击了他们 因为能见度极低 他们迷失了方向 无意间攀上了一座名叫 霍拉特·夏福尔的山 而这座山被当地人称为 死亡之山 这似乎也预示着他们之后的命运 路线偏离后 队长蒂亚特洛夫做了一个反常的决定 他让大家在山坡上扎营 而不是前往1.5公里外的山脚下的树林 下午5点半 营地扎好了 晚上六七点左右 队员们一起共进晚餐 期间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然后有一名队员离开了帐篷 到外面小便 这是当晚最后一张照片 大家表情严肃 时间定格在了2月1日晚 并且调查人员还从队员们的相机中 得到了几张不明飞行发光体 和一张形似雪人的黑影照片 时间到了2月26日 搜救队在距离奥托尔滕山山顶五公里的 霍拉特夏福尔山的山坡上 发现了队员们废弃的营地 这里遗留着一顶半写着的帐篷 当时的搜救队员是这样记录的 帐篷位于山坡上 高度1079米 距离山顶300米 坡度浅18到20度 帐篷入口朝向通道 帐篷几乎全部被雪覆盖 入口是打开的 床单作为地板伸出来 面向斜坡一侧的帐篷被撕得更靠近入口 斜坡面向斜坡的部分被撕成了碎片 入口前有一对绑定的滑雪板 入口内侧有一个炉子 一个酒窖 一个水桶 一把锯子和一把斧头 帐篷的圆角是地图带 迪亚托洛夫的相机和克尔默哥洛瓦的日记和钱 入口右侧是规定和两双鞋 其他六双位于对面 帐篷中间有3.5双毛皮雪梨靴 干面包附近有一个从前硬地带来的原木 包装在底部 棉衣和毯子在上面 有些毯子没有布置 毯子上面铺了温暖的衣物 靠近入口的一半处 发现干面包散落在毯子上和毛皮上 这些枯燥的语言被认为是最客观的记录 事实证明帐篷有两个地方被撕开了 鞋子和保暖的衣物都被留在了里面 但里面空无一人 可见他们逃出帐篷时情况十分惊奇 但却在厚度一米计算的雪地上数到了八九个人 有规律的脚印 根据脚印不难判断 他们其中有人只穿了袜子 有人穿了一只鞋或一只袜子 还有光着脚的 之后官方宣称帐篷是被人从内部撕开的 并且他们将足迹和失踪队员进行了匹配 认为没有外人进入过营地 也没有证据证明此处发生过搏斗 脚印的方向指向山坡下的森林 搜救队员跟着脚印继续前进 然而五百米之后脚印便消失了 之后搜救队以脚印到其消失处为半井 展开了细致的搜索 2月27日 他们终于在森林边缘的一棵高大的雪山树下 发现了两具遗体 后来被证实是队员格里沃尼西勤科和多罗申科的 两具遗体都光着脚 且都只穿了贴身的内衣和内裤 几乎赤裸 此外附近还有一个熄灭的火堆 雪松有树枝被折断 折痕处最高在五米 也就是说当时很有可能有人爬上了大树 多罗申科的耳朵 鼻子和嘴唇都有血迹 右腋下和右前臂都有瘀伤 右太阳穴有烧伤和烧焦的头发 双手都有被抓掉的皮肤组织 口腔里还有灰色的分泌物 皮肤呈现棕紫色 尸斑分布在颈后 躯干和死之 尸体又被人移动过的痕迹 格里沃尼西勤科身上多处瘀伤 他的鼻尖不见了 并且嘴里又咬下来的自己右手手指的皮肤 说明他当时处于极度痛苦的状态 并且他的腿部被烧伤 小腿烧伤面积为31×10厘米 一开始调查人员认为 他很有可能是从树上摔下来 掉进火堆里被烧伤的 但是烧伤痕迹似乎没有显示出这一点 结合折断树枝的树皮 嵌入了部分人体皮肤组织 法医认为他极有可能曾被一根木棍贯穿身体 吊在火上烤 或是有人从篝火里拿了一根燃烧的木棍 从下往上烧它 使他不顾一切地往上爬 同日搜救队又发现了两具遗体 迪亚特洛夫和科尔默·哥洛瓦 诡异的是迪亚特洛夫穿着尤丁的无袖背心 但尤丁却说之前他将背心给了多罗生科 后来法医发现迪亚特洛夫下额缺失了一颗门压 嘴唇有干掉的血迹 脸上有一些擦伤 他们认为他是脸先着地的 发生这一情况是因为他的四肢被手铐 或是绳子一类的东西束缚住了 因为尸体的两个脚踝前后处都有红棕色的擦伤和凹痕 他的手背指关节也有棕红色的御伤 这是近身格斗中最常见的伤 而科尔默哥洛娃面部及手背有御伤 腰部区域有一条长29厘米宽6厘米的鲜红色御伤 应该是棍棒所致 综合来看当时发生了争斗 3月5日 斯洛伯丁的遗体被人们发现 他双唇肿胀 右眼有御伤 右前臂表皮被撕裂 双手指关节同样有肉搏留下的御伤 并且鲁部骨折6厘以0.1厘米 有内处血现象应该是顿器所致 但是法医认为那不足以致命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三具尸体距离那颗大树分别为300米 480米和630米 几乎被排成了一条直线 且遗体倒地的姿势表明 这三人罹难时正试图返回营地 后来经过遗体解剖 发现五人均有3到4度的冻伤 距离上次进食大概6至8小时 并且尸体有内处血 擦伤 划痕 凝血的现象 更有意思的是 当时的官方却对外宣称 尸体上没有任何伤痕 同年5月 鸡血开始融化的时候 一位慢行人的猎犬 发现了一些半眼埋在鸡血中的衣物 经警方调查 这正是四名失踪队员走 随后人们相继在距离那棵雪山树 75米远处的森林沟谷 找到了其他失踪队员的遗体 他们几乎都躺在同一个位置上 身上覆盖着厚大四米的鸡血 与预想的不同 这四个人并不是冻死的 而是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细波不离而后有断裂 颈部扭曲畸形 颅骨破裂 克列瓦托夫是伤得最轻的一个 但他的伤势非常奇怪 他眼周围没有软组织 并且眉毛不见了 头骨暴露在外 皮肤呈灰绿色略带紫色 鼻子也被人打断了 佐罗塔利夫是穿得最保暖的一个 并且他穿了很厚的鞋子 但奇怪的是 他的眼球以及周围的组织不见了 并且右胸五条肋骨完全折断 杜比尼娜的死状最为恐怖 他呈下跪姿势死在一颗大石头上 他两侧肋骨折断 还失去了眼球 并且鼻子深深地踏进了他的头骨 最诡异的是 他没有上唇 舌头也连根消失了 法医发现 他的胃部含有大约100颗的血 也就是说 他舌头极有可能是在他身前被迫离开口腔的 四个人都受到了这样严重的伤害 然而官方却声称 尸体的软组织 包括皮肤 肌肉 血管等等 没有任何严重的损伤 举例来说 如果一个人被棍棒等物打断了腿 那么他不仅会出现骨折 同时肌肉也会有一定的撕裂 血管会破裂等等 此外 杜比尼娜的人造格外套和帽子 被走了塔利夫戴着 而杜比尼娜脚上裹着一块 科尔默哥洛娃的羊毛库 使事件更加神秘的地方是 研究人员从这四具遗体中的三具异物中 分析出了大量的放射性残留 最低的也有5000次衰变 其强度几乎相当于将放射性元素 直接放在了衣兜里一样 并且周围还发现了一些金属碎片 以下是关于迪亚特洛夫事件 集中广为流传的猜想 1930年时 曾有一位女性地理学家 因为闯入了乌拉尔山脉原住民 曼西人的圣地而惨遭杀害 有人认为曼西人派出猎犬 把登山队逼出帐篷 使他们饥寒脚迫 在逐一杀害 而割去入侵者的舌头 也很符合曼西人的习俗 但是在后续调查资料中显示 死亡之山并非曼西人的圣地 并且登山队员身上严重的伤害 也不太可能是人类造成的 因为如此强大的力量 等同于高速行驶的小汽车撞击效果 并且据当地人所说 曼西人只有大约五月份的夏季 才会去那里捕猎 下雪时他们就会躲进森林里 而事后他们还主动参与到了搜救行动中 因为事发地恰好位于苏联主要的核实验场所 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到新地岛的路径中 而当晚目击者看到空中的神秘火光 很可能是R7洲际弹道导弹 而队员们的相机中也拍到了空中 橙色的发光体 以及现场留下的大量金属碎片 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遗体下葬时 有人看到他们的肤色呈现出橘红色 头发灰白 而衣服上的放射性残留物质 也侧面说明了当地确实有核实验进行 人们认为导弹误杀了部分队员 之后军方对剩余的火口采取了一定措施 不过在霍拉特夏福尔山的周围地区 并没有发现任何爆炸痕迹 并且当地人认为 这几座对外开放的山并非什么军事境地 这是一种比较猎奇的猜想 却并非信口雌黄 因为他们在佐罗塔留夫的相机里 真的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 形似雪人的怪物 躲在松树后面 而一位女队员的日记里 也记录着这样一句话 原来它真的存在 有人认为 这个怪物从某个时候开始 就一直远远地跟着他们 后来队员们也发现了它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们当时将营地 炸在较为空旷的坡地了 因为雪人躲在森林里 他们不敢进去 这样的地形除了便于他们逃跑之外 还能很好地从撕破的帐篷内观察到它 半夜 雪人受到经过此地的导弹声的惊吓 开始攻击队员 吓得队员们匆忙逃出帐篷 于是一部分人陆续被冻死 一部分人被雪人残忍杀害 雪人挖出了他们的眼睛 拔掉了女队员的舌头 但是现场并没有发现雪人的脚印 这一说法认为 当晚在夜间做训练的 苏联米格尔喷射战机 低空飞行发出的噪声 被队员们误认为是雪崩声 因为它的声音真的和雪崩有几分相似 在听到这些奇怪的声音之后 队员们匆忙逃出帐篷 来不及穿衣服 五人陆续被冻死 生还者 拔下越南者的衣物保暖 继续寻找营地 直到后来真正的雪崩出现了 剩余四人摔到了神沟里 因此失去了性命 而伤势的舌头和眼球 极有可能是附近的师父动物造成的 但是要知道 通常因为雪崩遇难的人 是死于窒息的 雪崩砸不死人 也很难造成那么严重的内在伤害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非常疑惑 这件事的疑点实在是太多了 似乎每一个合理的解释 都很快会被新的证据推翻 那么他们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查阅了大量的外网资料 以及当时苏联拍摄的纪录片和专访 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几乎颠覆了其他所有播主和官方 给出的最终结果 关注我 下一期我们将无限接近真相